这简直是奇迹啊 爱白臭脸的哈琳于晨庆 笑得满脸春风 沉浸在幸福里头 被直击约会新欢 究竟是何方神圣 说得一口流利英文 今年40岁 民事主播张嘉欣 英国白金汉大学 饭店管理学毕业 精同四国语言 还曾经专访歌坛天后 玛丽亚凯利 超优秀的背景 并完全符合了 哈琳的严苛标准 今天要帮我弟弟介绍的女性 一定就是差不多40岁左右 为什么 他就俩公说 谁要跟40几岁女人在一起 这个女生因为她是主播 主播的克压性很强啊 上面是一个很成熟 看起来在感情上面 是一个很重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蛮适合哈琳的 全内人及亲朋好友都知道 个性成熟独立的张嘉欣 就是哈琳一直在等待的 理想对象 那些痛的记忆 躲在春的泥族里 滋养了大地 开出下一个花季 告别和前妻 一能进的旧伤 16年过后 55岁的余晨庆 被拍到新对象 经纪人回应 是好朋友 谢谢关心 没有否认恋情 也让关心哈琳的粉丝们 都期待 她能够得到 就位的真爱 优酷全娱乐 台北报导 这简直是奇迹啊 爱白臭脸的哈琳于晨庆 笑得满脸春风 沉浸在幸福里头 被直击约会新欢 究竟是何方神圣 说得一口流利英文 今年40岁 民視主播张嘉欣 英国白金汉大学 饭店管理学毕业 精同四国语言 还曾经专访歌坛天后 玛丽亚凯丽 超优秀的背景 完全符合了 哈琳的严格标准 全内人及亲朋好友 都知道 个性成熟独立的张嘉欣 就是哈琳 一直在等待的理想对象 那些重的记忆 落在春的泥族里 滋养了大地 开出下一个花季 告别和前妻 一能进的旧伤 16年过后 55岁的余晨庆 被派到新对象 经纪人回应 是好朋友 谢谢关心 没有否认恋情 也让关心哈琳的粉丝们 都期待 她能够等到就位的真爱 台北报导